主要是对智能灯光 第一个对它的一个品牌的选择比较模糊 第二个用一些不同的系统之间 我感觉是错综复杂的 我其实想跟你系统的了解一下 可以 首先什么是智能 什么是全无智能 什么是智能照明 我们首先我们要构建一个智能生态的时候 我们知道市面上有很多品牌 也有很多品牌 比如说摩根智能 河东智能 还有我们熟知的 像绿米欧日博小米智能 是不是 我听的别多有苹果 对苹果是HomeKit对吧 然后这些智能之间有什么区别呢 那我们拿一个小米智能来说 那你要去整个全无要去做小米智能 首先你要搭建的是一个小米的系统 对不对 我的小米的生态 那你要做小米智能 首先一个很重要的是什么 首先你得有一个它的生态就是网关 就相当于人应该要有一个大脑 对不对 这个网关就相当于一个人的大脑一样的东西 它是你的这个灵魂 它是你的一个平台 它相当于一个平台 然后如果你要去做绿米智能 同样最重要的是你要有绿米的一个网关 就相当于你有了绿米的大脑 对绿米的大脑 然后如果你做的是欧日博同样的道理 你要有一个欧日博的大脑 就是欧日博的网关 这个网关这个东西是至关重要的 就是无论你选择哪个智能 都要首先就要拥有它的一个网关 这个网关就是在你后面这个东西 就是这个小银箱一样的 对网关每个品牌都有他们品牌的网关 就是它是负责接收指令 传输指令就所有的 你包括我们所说的 对你包括我们所说的智能灯光 那全部智能是什么呢 智能灯光对不对 智能遮阳对不对 还有智能安防对不对 对还有什么智能家电 嗯是不是 这些所有的智能设备 所有的智能 他都有一个智能的设备 所有的设备都是接用这个网关的 就是他来接受信号 对所有的接受他 对他去发送所有的 无论是接收的指令还是 呃发送的指令 那我们这里又到了什么 他连既然他连接了所有的设备 那人可以给这个人的指令 就像那些大脑一样 一般我们人有一个需求 肯定先是 全部大脑 给大脑需求 对 然后大脑再吩咐你的肢体 去做一个动作 那我是不是只要吩咐他就可以 对 让他连到网上去 对没错 然后他是负责接收信号的 接收信号的方式有很多 比如说我用手机APP去控制 我控制开灯控制关灯 用手机APP是可以的嘛 对不对 你要传统的方式 可能墙面安装一个墙面的智能面板 嗯 也是墙面的开关去控制这个网关 网关在控制你相应的东西 是吧 还有什么方式 还有语音音箱 对 那我们的语音箱 我们的语音 发送给这个语音音箱 音箱又连接的是什么 音箱连接的是网关 网关再去控制这些设备 他是这样子的一个逻辑 其实刚刚呃面板也好 音箱也好 手机也好 都只是控制网关的方式 对 他是发送指令给网关 网关再去控制这些设备 嗯 去操作 所以我们所说的小米啊 嗯 我们经常可能听说小米米 米加智能是蓝牙面许 嗯 对不对 嗯 然后绿米他说的是这个B 嗯 这些东西是什么东西呢 蓝牙面许 它就相当于一个 设备与设备之间通讯的一个语言一样 就像我现在跟你沟通是用什么普通话 假设说我要跟外国人沟通 是要用英语 对不对 嗯 可能各种语言日语 是不是 就是每一个网关 其实他会的语言是不一样的 对对 那小米智能米加智能 他选择的是蓝牙面许 所以小米的这个灯具 与网关之间的通讯 嗯 它是用蓝牙面许信号连接的 它没有线的 这就叫无线智能 它没有线的 哦 这些都是无线的 对都是无线可能 就这个这个东西跟那个网关 它是通过这种蓝牙面许蓝牙的信号 去通讯的 那好 到了到了绿米 绿米智能 它的通讯是这个B 嗯 这个B这个信号 所以这个绿米的设备 它与它的之间的通讯 是这个B的信号 也是无线连接的 这些都是 呃 就不用联网的是吧 呃 他们之间的通讯不用网络 但是哪里需要网络呢 就是我们刚才说了 我们家具空间 无论是智能的照片 智能的遮阳 智能的家电 全部设备都是接用这个 都是这个这个网关的 对不对 他们之间的通讯是不需要网络的 嗯 他们之间的通讯不需要网络 就是已经本地化的 对 它本地就解决了 那你如果要把这些设备 接用网络怎么办 不太知道 就想了解一下 如果你想要把这些所有的都接用网络 要不要一个一个的接上去 接到网络啊 其实应该应该要吧 那其实不用的 你可以把网关通网 把网关接上网之后 他们本地化 对 他们网关跟这些设备 跟智能的照明 智能的智能的智能 智能家电这些的通讯 它是本地的嘛 嗯 然后如果我把网关上网之后 是不是这些东西都可以上网了 是不是对 对吧 所以其实我们所说的 我们要眼前控制 其实就是要这个网关上网 就可以了 那他就要网关是连接互联网的 嗯 它是连接互联网的 嗯 一定要网络 对 它是要网络的 嗯 对 然后呢 你这些 它去控制这些 其实就是可以本地操作了 本地执行的了 就是每一个网关 其实都要网络的 对 网关一定要连接网络的 然后我们回到这个智能照明这里啊 呃 像这个绿米的智能呢 它 它怎么去控制这个灯锯这些设备呢 你有没思考过这个问题 绿米的智能 对就是绿米 现在我们就单独讲绿米 嗯 假设说你要做 绿米的这个智能照明 嗯 你怎么去构建一个这种智能照明的一个环境 它是怎么样一个控制逻辑 我只知道 刚刚您说的那个 用网关去控制 它的一些设备 但具体怎么运作 我还不知道 想请教一下 对 那好 我们这里讲一下智能照明啊 那智能照明怎么去构建这个智能照明的 这个系统 它的逻辑 控制逻辑是怎样子的 嗯 首先 像绿米 它本身 它就有绿米的灯锯 对不对 绿米 它本来的灯锯 它自己生产的灯锯 还有呢 就是第三方的灯锯 嗯 对不对 是不是一般都是这两种 嗯 那第一种 它本来的自身的自主品牌的灯锯 就很好解决了 嗯 那只要它这个灯锯的 只要它这个灯锯的驱动 嗯 可以跟这个网关通讯 它就可以连接了 就直接可以连接它 控制它了 是不是 嗯 那呃 如果是第三方的灯锯呢 它这个驱动是没有办法跟这个网关通讯 因为它的语言 它 它们之间对它们没有联系的 嗯 它没有这个联系的 所以怎么办 就是 就是说绿米自己的家里的灯锯 就很好接了 嗯 就跟传统的接法是一样的 嗯 你只要天花孔里留了零线火线就可以了 留了零线火线 然后用用网关 对 跟它这个控制 它们是无线控制的 直接通讯就可以了 嗯 就很简单 就跟传统的 呃布线是一样的 嗯 你只是换了绿米的智能灯就可以了 是不是很简单 但是那个灯也要是智能的是吧 对 灯也要是智能的 嗯 然后它就是你买米 呃绿米的智能的灯 嗯 嗯 绿米自己自家的 这个我明白 这个我明白 这么很简单 嗯 你去麻辣的灯 但是它的灯肯定会贵一点 而且呃绿米的灯 它也是不是自主生产的 可能也是代工的 代工的 对吧 所以它现在比你那么高 但是它很方便 嗯 就传统的接线都不用什么部件 不用怎么改 就直接 经常都是用第三方的灯锯 比较多一点吧 对对 我自己家里面已经装好了灯 我也不想去换了 嗯 那如果要用第三方的灯锯怎么办 对不对 怎么办 是有方法的 是不是要通过 你说的这个绿米 它是这个币的 那个语言 嗯 但是你普通灯锯 可能听不懂那个语言 嗯 是不是要找一个翻译官 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差不多这个意思 就是如果绿米要接第三方的灯锯 的还有一个方式 就是配一个绿米的 它它就是为了接用第三方的灯锯 所以才呃 推出了一个这样子的产品 一个调光模块 调光模块 对 它一个调光模块 它这个网关跟这个调光模块 是可以通讯的 嗯 这个网关跟调光模块 之间的通讯 是这个币的协议 嗯 是吧 就这个网关可以指挥这个这个币 这个调光模块 去控制这些灯 是不是 然后这个模块跟这个模块跟灯 之间也要有个连接 模块 嗯 那现在我手上的这个就是绿米的绿米的调光的模块 嗯 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连接是怎样子的 调光模块跟灯之间 嗯 又有个信号的 传输 转换 对 那我调光模块的这个信号怎么传输给这个灯 去控制这个灯呢 绿米的解决方案用到的是0到10伏 0到10伏是一个有线的通讯 嗯 就是它需要信号线 去控制这个灯 它需要接线 对 不是用那种信号啊 或者WiFi啊 或者怎样 对 它们之间的通讯是0到10伏的一个通讯协议 嗯 就是这个模块跟网关 独立的 是无线的 无线的 是这个币信号去通讯的 但是这个模块跟灯之间呢 又是有线的 就等于是它那个网关跟这个模块 有一个这个币的 无线的通讯 无线的通讯 这个模 这个模块跟灯之间又要通过一个 一个链到伺服一个信号线 对 去连接 对 所以我们人给到的指令是这样子的 人 嗯 叫网关 嗯 去控制这个 这个模块 嗯 模块 再去控制这个灯 能理解这个逻辑吧 控制这个灯 但是它不能直接控制是吧 就是 就是网关 网关不能直接控制这个灯 嗯 我知道 网关是控制这个条关模块 模块再去控制这个灯 嗯 啊 就是这样的一个逻辑 所以我们清楚了这个逻辑之后 再跟你去讲这个线路 嗯 才会懂 如果你不懂这个逻辑的话 你自己脑子里肯定也会很混乱 现在已经有一个大概的了解了 对 然后呢 回到这个条关模块 这个绿美的条关模块 它呃官方称是一个条关模块 可以接20个灯 可以接这么多 对 也就是说你 譬如说你一般家里有一个回路里面 一般有很几好几个灯一起开的 一排三四个吧 对 假设说你一排三四个 那你这三个灯 四个灯 就可以用一个模块 然后他这三个灯 呃 调亮度的时候也是同步调 调暗也是同步调 调色温也是同步调 嗯 他就这样子 一个方式 他就是给给一个那个模块一个指定 比如开灯 他就同意一起开 对 那他的 布线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呢 你添花 该布线 比如说你一个回路 该布线的还是有灵火线 这是高压电嘛 一般的只留了一个灵火线 对 那没有问题 然后在这个基础上 你要放信号线 首先我的 我的一个 调光的模块是要放一个位置的 调光模块的线 要跟每个灯 都需要气瓶 像你看 呃 我首先这个是220伏的电 到这个调光模块 对 对吧 220伏的灯到调光模块 因为我这里建了几个灯呢 接了三个灯 那他的线 他的信号线 首先接到第一个灯的 接到第一个灯 你看手拉手 手拉手的线 第一个灯 然后又信号线 又接到第二个灯 对吧 第二个灯的线 然后又接到第三个灯 就是手拉手 然后他就可以实现什么 一起控制三个灯 我们可以 演示一下 现在我们把它调到最亮 哎 三个灯 对吧 那个 然后把他的色纹变成暖光 把他的色纹 调成白光 好白啊 把他亮度调暗 是吧 他整个回路是一起红着的 这就是 那个有点点闪 应该是接线这里 没接好 问题 没什么问题 这就是绿米的这个智能照明的这个锅块 假设说我还有一个回路 那就要多一个网 多一个条网模块 嗯 去控制这些灯 可以再留一个电源接那个模块 对 对这就是绿米接入第三方的这个灯锯的一个办法 相对来说呢 会有很多线比较复杂 如果是说用绿米自己的灯就相对简单 但是贵 对 是的 你看这个对于这个问题还有没有 不懂不懂的或者需要问的 就是感觉这个接线有点乱 0到10伏的通讯呢 为什么0到10伏通讯 他需要这么多线呢 就是 首先你要调他的量 明暗 嗯 调明暗其实两根线就可以了 但是还有一个你要调他的色温呢 所以就三条线 对所以他就要三条线 所以他是有三条信号线的 有一些品牌也有也有两根 有一些品牌有四根信号线的 其实没有关系 四根的话它是有两个加的 加的一般可以并在一起 他为什么是四根线呢 四根线的话就相当于这里 他一般这个 三根 刚才你说的 要三根控制一个两根线控制它的亮度吗 对 一根线控制它的色温 对 所以是三根线 为什么亮度要用两根线来控制呢 色温只用一个呢 他其实是并用的 就比如说你这个灯要亮 它是不是要两根线 一阵一阵才能亮这个灯 对不对 色温就不用 色温也要啊 他就并用了呀 已经就是 正对 共用了一条 其实它是四条的 有一条是正的 他直接共用就可以了 还有两条是负的 一个控制是暖光的开 一个控制是白光的开 其实是这样子的 简单的 如果是要去理解是这样子的 一个是暖光的灯 其实这个里面的结构啊 它一个是暖光的芯片 一个是白光的芯片 两个灯 那假如说你要两个灯都亮 怎么办 是不是这个暖光的灯 要结两根线 一阵一副 这个白光的灯 要结两根线 一阵一副 是不是四根线 它两个才亮啊 那其实现在它是一阵一副嘛 阵都是可以并用的呀 是不是阵 阵副怎么并用 你副如果并用的话 你就变成了白光跟暖光 同时开了 同时开同时关了 那这你是不是调不了它的色温 那所以说我阵可以同时用 都是阵 那副的时候 我想要调暖光的时候 那我就把那个 太暖光的那个副 对就亮起来 对不对 这就可以去控制 是不是就 本来是四根线 那我有两个可以并用的 我直接用三根线 就可以了 就这样理解的 它里面的结构就是这样子的 嗯 这就是这个绿米的智能照明 它的一个极限逻辑 其实呃像米家智能啊 米家智能它相对会简单 因为为什么像绿米 它为什么它第三方的灯具 它要推出一个这个东西呢 它自己的灯具 它就直接用一个驱动 就通讯就出来了 因为它没有把这个 这个协议放出来 给第三方的灯具 对没有开源 这个词用的很好 但是米家呢 它是开源的 它米家是开源 米家是这个呃 是蓝羊灭水的 它是开源的 它的这个驱动 很多品牌都可以做 你只要去购买一个 呃米家的驱动 驱动调光调色驱动 我就不用这个 就不用这个 那这是米家智能 就不是绿米智能 呃米家的那个 这个网环去直接控制 那个驱动就可以 对 它就可以接很多第三方的灯具 直接控制这个灯具 不不需要用在这个调光模块 明白了明白了 懂吧 包括呃 可能一般像欧瑞博啊 绿米啊 这种品牌 基本上都要用到这种 调光模块才可以接第三方的灯具 哦 它的这个没有开源 米家是开源的 那米家 性价比很高 性价比高 用的人比较多 对 然后它的方式也很简单 就不用去说 哦 我要布信号线啊等等 这么麻烦 那就买米家的呗 米家性价比很高啊 呃 但是相对来说 绿米会更稳定 不容易掉线 这样子啊 对 米家的话 有可能会掉线 不是很稳定 哎 这就是米家智能 米家的蓝牙Mesh 跟这个绿米的这个智能 绿米用的就是这个B的一个区别 就是在这里 哦 我明白了 嗯 谢谢二哥的分享 很感谢你 谢谢大家